哇 太激动了 转让店啊 这个店我不花一毛钱就能把它变成是我的 并且我口袋里面还多出60个W 你是老板吗 转让多少钱 多少钱 多少钱 三十万 谁是老板 他是老板 你不是老板 他是老板 是吧 对 你想不想做老板 想 现在你过来一毛钱都不让你花 这个店就变成你的 要不要学 要 你要给老板30万啊 这样啊 你跟老板谈 你说老板 先给你三万块钱定金 一个月内把30万补齐 他愿意吗 愿意那肯定 而且是你接手 对吧 对对对 你这个店里面一天多少顾客 一天现在五六十个 你跟顾客讲 但凡你充值一千块钱 我送你一千块钱 然后得一千块钱 再返一千块钱 你说顾客要不要 顾客要我亏死了 顾客要不要问你 顾客要就行了 我不会让你亏的 你要记清楚啊 送的这一千块钱 他不是直接送他钱 是送他一千个鸡蛋 这一千个鸡蛋呢 你要分开给他 你不能一次性给他 不然他那个扁单挑了 对吧 对对对 你一周让他来领十个 他要领多久 一两年吧 两年 你锁定了这顾客两年的消费 你明白了没有 鸡蛋送不送 送 这个肯定送 锁定一个顾客两年 还有返一千 也不是返钱给他 是每次他来消费 可以抵他消费金额的百分之十 送他一张抵用卡 也就是说他今天消费了一百块 抵十块钱 今天他一次性消费了一万 这一千块钱给他抵掉 相当于他消费九千 打几则 打九则 愿不愿意啊 愿意 当他消费完了之后 你再送他一千块钱的卡 愿不愿意啊 肯定要啊 所以说你明白了 你一天 如果用这种方案的话 一天能卖多少张卡出去 一千块钱的 二十张应该没问题 一天二十张多少钱 两万块钱 一个月呢 一个月就是六十万 那给老板三十万 你还有多少 我还有三十万 你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 太激动了 关键是你有三万块钱吗 没有 那贴回去啊 你没三万块钱 拿什么跟他谈啊 你看你急的 这种事情还得给老板聊 老板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 所以店不要随随便便关门嘛 对吧 方法总比 困难多 死马当活马一 没办法 没办法 你这个员工可以的 好好提拔一下 好好跟老板干 是吧 当老板是好事情 想当老板 不愿意做将军的士兵 不是好士兵 好专门 您是很快的 你 听明白了吗 我看你 是一个